这个风氏族很多人都有下注来压哪一对会赢 但是呢来看到有这个男的 他这次呢也有压氏族 不过他常常在过去运动彩卷 他老是投注冷门 结果每次一共沽 他就这个迁怒彩卷行 说彩卷行带衰了 他就拿着喷漆去乱喷人家彩卷行的铁卷门 受害的高达十家彩卷行串联起来来抓他 彩卷行的军事器清楚拍下喷漆娘的长相 长相斯文身材高挑 但彩卷行的老板看得惊呼 怎么会是他呢 因为这是彩卷行的常客 经常来签注很冷门的运动彩卷 也因为签注的时候有许多的禁忌 让业者印象深刻 因为他来的时候 他也没有就是说坐下来 准备要写投注单要投注 他在那边走来走去 等一下等另外一个客人走之后 他就讲说 刚才那个赖蛤蟆 是什么东西 想要跟我在一起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觉得他怪怪的 就算考虑到许多禁忌 但这名男子仍然是常常共估 却没想到因此怀恨在心 嵌入是彩卷行老板触他眉头 让他屡签不中 竟然喷漆在十家的彩卷行铁卷门前喷上红漆 他是会说 他有很多禁忌 你投注单 彩卷你都不能掉 掉了他会说 你是触我眉头什么 这么多家的受害彩卷行都在找寻这名破坏男 一名主拐杖的业者在路上和嫌犯狭路相逢 发生扭打 因此把180公分高的嫌犯制服送进了警局 然后对方就是拿出玉藏的水果刀 灰舞 然后不小心去 一一犯嫌的时候 是不小心砍到他左边的那个右膝 左膝还有左上臂 眉心嫌犯每次签注三百元 但每次都共沽 最近的世俗赛让他输了不少钱 气氛之余失去理智 吃上官司 中天新闻韩志兴朱显明台中报导